高雄的地方 高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但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高雄國二的戰二鋪 戰二鋪裡頭呢 好吃好玩 還有一個新的一文展覽空間 那裡頭到底展覽先什麼呢 跟著我們的家庭 一起去看看吧 戰二鋪的東西非常的豐富多元 來到這裡可以逛一整天 哇這個包包好可愛喔 而且還可以這樣打開 這個手工做得好精緻喔 整個都是皮的耶 這也好可愛喔 還有這個包包造型也非常特別耶 還有釦子喔 可以這樣打開 欸這個 欸導演有沒有可以綁頭髮的東西啊 頭髮一直掉耶 謝謝你 這裡怎麼什麼都有啊 哇這個石頭也可以刻得這麼可愛耶 哇這個彩色的糖果盒 怎麼這麼漂亮啊 這麼多精緻又漂亮的東西 到底都是誰做的呢 我們做的 我們是用心良品設計師 我們是用心良品設計師 就是我们对于作品非常的仔细 而且我们会把它做到极致 那我们不只做到这样 而且我们还对于我们的客户 是非常贴心跟窝心的 那我们期待我们每一次的作品 都能够有很新的创意 那每一次只要有新的idea 就会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出现 让客人可以感到惊讶 这就是我们对于用心良品不断的坚持 其实我蛮重视的一点就是说 我的东西卖出去给客户的时候 我很重视客户端在使用我的作品的 那种感受 我是希望我的作品在客户在使用的时候 会发觉它越来越好 越来越精致 它那个工 它会发现它的工的细 然后它皮的好 然后这样才是真正的会欣赏到 我的作品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我的客户 它一定的工很繁复也很复杂 而且很累很辛苦 但是当你看到客人接受你的东西 而不是因为你的身体上的残缺或是怎样去买你的东西 不是因为同情 而是肯定你对你的作品的肯定 对你功夫的肯定 当你接受到这种讯息的时候 你之前所做的过程 你会忘记它的辛劳辛苦 而且会有很大的拯救感 我的包管都比较女生 所以他一开始要我做的时候 他就觉得我可能做不出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因为他那种比较算重机那一型的 结果后来我帮他做出来以后 他蛮满意的 之前很刁难 很落作 到最后变成 我说什么都算 他就说你收了算 教会也都好讲 那一件事情是真的让我一直 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的石头雕刻非常具有独特性 利用张恶库用心良品这个品牌 推广到中部北部甚至是国外的游客 让更多人来收藏我的作品 因为它是石雕作品 所以购买者可以达到十来运转八大财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学习的范围很广嘛 后来我发现彩绘这个部分比较少人去涉略 所以我就比较专攻葫芦公仔的设计 那时候设计出来我是设计葫芦宝 那一般人看了都会觉得还蛮Q的 因为我所使用的那个材料是香奈尔级的一个颜料 所以它的饱和度就非常的漂亮 跟一般我们市面上看的那个压克力 颜料上色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看起来就有点油化的那种感觉 因为慢慢要淘汰就要转换转换那个新生活 就是乡村风或是不一样的那个让人家讨喜这样 那木工我现在是走那个教学路线 就是教一些学生小朋友国中 就是在小朋友的心目中我们算英雄 所以我认为这个很快乐 很有成交感 渐渐的发掘 这样子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地方 所以后来的创作 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在构图 构思上面 也就是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有一些变化 那等到这个成品完成了以后 感觉这个过程是跟一开始的那种创作是蛮不一样的体验 你出来画花还会画什么 因为我的儿子 他是有高功能自闭症 那他喜欢那个颜色比较有强烈性的颜色 所以他对画方面他对花方面比较有偏好 因为他觉得花方面可以表现他的颜色 然后比较强调那个颜色代表他的心情 主要是要看他的心情 他心情如果特别好的话 那个画就特别 好像很靓丽 我特别喜欢哦 把那个树种在那个石头上 看那个意境 从前一样就把它装在石头上 只要有空就把它装 就是你作品做起来 你会先感动自己 像这一间啊 早上上去做 买回来做的啦 你看做起来多美 你做东西要先感动自己 你才可以感动别人 做起来很高兴 没别人不疼苦啊 有时候要卖还不适合呢 一开始我是朝自己喜欢的主观的方面去设计 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有人说 看到我手上带的视频的时候 你这在哪里买的 就会询问 那我就说没有 这是我自己做的 后来就渐渐的就有一些客人 就会鼓励我说 那你可以朝这方面去试试看 那我就再来就是跟客人讨论说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样式啊款式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那就慢慢的去研发这一块的商品 我没有局限种类 我只是这段时间我的心情还有我的客人想要什么东西 我就做了一些东西 我没有局限只要客人说我想要什么我就尽量想办法去把它做出来给他们 我喜欢当作品交给客人的时候客人看到作品的时候那一种哇那一声让我感觉就是很有成就的感觉 原来这就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为了扶植推广身心障碍的创业者 所创立的一个新品牌叫做用心良品 并且在战略库的二楼提供了一个友善的环境来销售商品 也欢迎大家在九月底之前前来战略库的二楼用心良品 一起来寻宝把商品带回家 用心良品欢迎你